尽管警方每批抢救猫山王联盟举办的农民大集会 但今天活动照跑 并且有YB出席声援当地流连农民 完整内容就是收看9月7号的百革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家训 宾州行动党将在9月22号迎来党选 而担任行动党宾州主席长达25年的曹关友 日前却表明不寻求蝉联宾州主席职 由于曹关友也是现任宾州首帐 因此有人就质疑他在失去行动党宾州主席之后 会不会成为拨脚丫首帐 曹关友本人今天就针对这个说法给出了明确回应 在宾城这个情况 首席部长是领导这个executive的权力 来实行任何的州的政策和计划 当然 比如财政预算案是需要通过立法院的批准 除此之外 都是自行每一年预算案所批准的这个计划 曹关友解释 拨脚丫首长的情况可能在实行总统制的美国出现 不会在宾州发生 因为他在卸下宾州行动党主席后 依然会以首长身份担任州政府的领头羊 推动现有的计划 特别是宾州2030运景的发展目标 印度清真四路试忍动事件 从8月23号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两个礼拜 尽管搜救行动在上周六宣告停止 但相关机构依然积极调查地线原因 如今 调查报告鉴定 上述事件是基于人为活动 气候及地下土壤遭侵蚀所引致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发文告指出 由吉隆坡市政局所主导的特别小组 将在三个月内提成一份与地质和地下结构调查结果相关的技术报告 而为了方便各方进行修复工作 该部门也通过大马矿物及地理科学局 包括使用碳地雷达设备 了解该地区的地质层次与地下管线系统 此外 该部也建议当局加强地底结构的监督与保养 以避免发生类似的事故 无论如何 文告中也强调 吉隆坡仍是一个适合居住的地区 抢救猫山王联盟今晚在彭亨老屋 而行动党劳务会议员周宇辉上台发言时 则希望政府能够祭出更完善的农业政策 否则榴莲外销中国有事 但小园主却是渴望而不可及 在这里农民种了这么多年的榴莲 连一个宝藏的紫月都没有 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说 我们只要看到中国的市场 我们叫大家去种榴莲 四年过去了 我们关南的关施书了 我很庆幸大家还没有放弃 就好像跟玉康所讲的 我们今天不是只看关施而已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农民的抗争 到底能坚持到几时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我告诉大家 你再包成人 并且成人并且搞静音器 并且会演员 另外丹纳拉达前州议员张玉刚 则警告财团 即便打赢官司也并不代表获胜 因为牵扯到往事 最后可能吃不完兜着走 这是你们放上最大的错误 不是你们同时的钱 你们还把王室拉下了水 你们成立的这个机构 你们滥用了王室的名义 你们把王室也拉进来了 这件事情 没有解决的话 搞到一塌糊涂 你们也是有份把王室的名誉 王室的情誉 搞到一塌糊涂 这个怎样收负 这个比损失了几千万几百万 还要来得严重了 财团你再想一下 你这边赢这么多 你这边赢这么多 虽然关丹高亭 今年4月 驳回劳务猫山王农民 针对彭亨州政府 把土地租赁 给彭亨皇家榴莲集团的司法审核 但邹与晤承诺 会继续在国会争取权益 也期盼首相安华 能在农业政策上寄予帮助 沙拉越政府此前已经向国油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在10月之前必须要提交 有关沙拉越天然气分配的决定 根据沙拉越2016年天然气分配条例 沙拉越石油公司Betros 于去年11月被任命为 沙拉越天然气资源的唯一天然气聚合商 以接替国油 但纽约Betros和国油之间达成的商业协议 未能够在原定的7月1号期限完成 因此沙拉越总理阿邦祖哈里 给予国油多三个月的时间来解决问题 目前距离10月只剩下三个礼拜 根据亚洲新闻台引述政府官员的消息报道 国油近期可能会向法庭申请停令 以延长宽限期 到时候如果沙拉越政府没有意愿重启协商谈判 沙拉越境内天然资源控制权的争议 预料会进一步升级到法庭诉讼站 此外该消息也说 首先安华已经指示国油在企业层面上处理 沙拉越的要求 不要涉及到联邦政府 无论如何 国油并没有针对此事做出回应 全国副总警长阿玉汉 今早在万宜的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出席大学志愿警察结业礼后 召开记者会指出 从2023年到今年8月共有1869名不同阶级的警员 因各种罪行和不当行为而受到纪律处分 他说其中有175名警员因敲诈勒索 滥用毒品和涉及犯罪集团等行为而遭到革职 此外阿玉汉也披露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50名主管受到处罚 而一旦发现有警察过着与其月薪不服的奢侈生活 警队将会监督并调查他们 阿玉汉强调警方在面对警员犯错时 绝对不会妥协 也不会做出包庇行为 今天除了这些焦点新闻 大事迹结束之前还有其他热点新闻要跟你分享 南北大道士林河路段今天清晨约6点发生严重车祸 一辆正要从槟城日落洞返回雪州普中的休旅车 一味闪避驶入所在车道的罗里而撞上罗里右后方 导致车子和罗里双双翻覆在路上 穆亚林警区主任莫哈默·哈斯尼指出 此意外造成休旅车的女乘客当场丧命 而司机友人则没有受伤 至于罗里一共载有三人 包括43岁司机及两名分别20岁和27岁的跟车员 罗里司机没有受伤而跟车员则受轻伤 警方目前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 鲁莽或危险驾驶而导致死亡条文展开调查 昨天一名裸露上半身的男子 被拍到站在槟城北海斗母宫前路段发狂 不仅胡言乱语还不断猛踹路过的车子 整个过程被民众拍下并放上网 许多网民留言表示好恐怖 据了解这名男子有精神问题经常在拉扰乌达路出没 较后也有视频显示他在一家商店前打地铺睡觉 睽违7年后单周哥达巴鲁半城马拉松在今天凌晨4点举行 这场由KBK基金会和吉兰丹旅游年工委会联办的半城马拉松 前乌卿团长凯里却不见踪影 经过了解原来他是因为临时要出席大马脚车总会的会员大会而无法赴约 如果你还想深入了解哪些新闻内容 欢迎留言或私信我们 也记得追踪订阅百格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